中央宣布酒店午厅即日起暂停营业 台中市更加码特种行业要踩实名制 昨晚警方出动到夜店KTV三温暖等场所稽查宣导 刚好有一男子坐蒸汽浴遇到了警方敲门 连忙对警察说他出门有戴口罩就怕会被罚 只不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原本应该停业的金钱报酒店 把小姐集中在其他楼层的李荣KTV继续陪酒 还有常客私下透露根本没有实名制 三五好友唱歌唱到一半警察上门来 台中市宣布八大行业踩实名制第一天 业者顾客都还没搞清楚状况 没有登记资料远景加强宣导 有男顾客在三温暖坐蒸汽浴 遇上警方敲门 意思不挂还不忘强调自己出门有戴口罩 唯恐被罚至于酒店舞厅则是中央下令暂停营业 晚间金钱报门口一片雾骑麻黑 没有开门做生意 不过熟门熟路的老司机都有收到讯息 小姐在其他楼层又上班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金钱报一楼五厅与四楼酒店暂停 但二三楼登记为视听娱乐业等于KTV 因此不在管制范围 小姐在KTV跟酒店一样的服务内容 如果是熟客 干部还会帮忙填资料应付茶器 等你消费离开 干部就把填的资料撕掉 实名制一点也不实名 我们分成三天去看他们 有没有配合整个政府的政策来停验 尽管有难度 师傅强调会加强机茶 目前台中市十大特种营业场所 总计450家左右 其中五厅跟酒店列馆有42家 将会分成三天机茶 尽量把防疫工作做到滴水不漏 记者中部中文报道